想想你最美的时候 金马影后龟雅雷在电影重返二十岁 饰演七十岁的老奶奶 无意间踏入青春照相馆 回到二十岁模样 大陆女星杨子珊饰演回春后的女主角 不仅当起乐团女主唱 和音乐总监陈柏林擦出爱火 还成为孙子陆寒的暗恋对象 引发连串有趣感言的故事 我们怎么能在一起呢 大陆电影推拿 去年横扫金马奖六项大奖 周末上映和观众见面 导演楼叶找来十多名盲人演员 诠释盲人按摩师的暗欲情仇 并用黑画面和诗教等摄影手法 带观众感受视障者的视觉观点 电影再一次说爱你 改编日本畅销奇幻小说 气质女星星缘节衣颠覆过去演出 首度挑战单亲妈妈角色 男主角大全阳则饰演过世的丈夫 意外得到附身的超能力 暗中帮助家人渡过难关 大全阳温柔深情的荧幕形象升值人心 日前还被日本女性上班族 票选为最喜欢的结婚对象 好莱坞男星强尼代普 在新片神鬼大道 饰演狡猾的收藏家 并做买卖变投艺术品 游走于黑白两道 为了赚取优渥赏金 他和特殊保镖跨国寻找失窃名画 展开刺激的寻宝之旅 强尼代普近年主演的电影票房失利 片约已久不断 这回再度以多变造型亮相 展现已无魅力 主要是综合报道